我老婆就說 你現在年紀到了 你應該去做個健康檢查 去健康檢查之後就發現 喔 你這邊有一顆腫瘤喔 老婆很好 救了他人 我跟你講 我老婆太重要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他 給我 所以 很感謝 為什麼我們請到藍波老師呢 他其實得過癌症 對 其實那時候的心情也是 跟現在完全大不一樣 其實是因為那陣子有一點疲累 但是我會覺得那時候是工作多嘛 每天都在排練 每天都在表演 所以累很正常 然後那時候我老婆就說 你現在年紀到了 你要去做一個健康檢查 對 快40歲 他說你應該去做個健康檢查 去健康檢查之後 查現到指數不太對 今天是指數 指數不對 然後再做一些檢查之後就發現 喔 他說你這邊有一顆腫瘤喔 他說你現在這腫瘤很尷尬 介於不大不小 就是在鼠西部的部分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 我現在三天後有一個開刀的時間 你要不要切進來 然後要不然的話就是一個月後面 而且他考慮的時間只有多少 15分鐘 那我就跟我老婆說 不好意思 只有這三天 那第三天就要開刀了 我老婆就說好 沒問題 馬上把我說的工作停掉 要瘦了大概將近15公斤 老婆很好 救了他一命 被逼的 對 真的是被逼的 可是你那麼活蹦亂跳的人 誰會去見錢 你知道我一直覺得說 他花這個錢浪費錢 可是我跟你講你如果沒有這個見解 你可能之後要花更多 我還記得喔 我開刀完的第四天還第五天 你就去上通考了 對 所以我老婆之前就答應了 所以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也怕以後人家不找你 對 而且那時候想說他是綁彈型的 不好意思我那天去錄好時不時 他換遊戲 人體夾娃娃機 我永遠記得搶答 打壓砍 喔 可是那個傷口沒有怎麼樣嗎 沒有還行 老婆她就會覺得說 找回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把工作都停掉 甚至她連公司都收到 因為我大概有十年沒有五六日 你想想看嘛 我一年最少起碼要排150支舞 就算排六日的話 我三天就要一支嘛 所以我後來回想一下為什麼會生病 我自己感覺到 大部分絕對就是來自於壓力 你自己在得了這個癌症之後 有沒有什麼體悟 我就想說心情上 人住天住自住 天住是老天給你的 人住是醫生給你的 那你自己可以給自己什麼 你自己都不幫助自己 有人家怎麼幫你 所以我第一個是調整心情 第一個把工作的部分做一些調整 不要再高壓 放慢人生的腳步 對 多陪陪家人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老婆太重要了 我老婆是比喻於我的孩子還重要 她 她 她是一個 跟我的個性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很多東西是她不給我的 對 所以 很感謝